新北瑞芳的雕山古道今天中午发生车辆坠落边波的意外 而紧销货报后到场发现 坠落边波的车辆当中有5名乘客受伤 但是这只路的位置 现场车辆根本无法通行进入 消防车辆好不容易掉头 现在又发生了这个农物笼罩造成救援的不便 目前为止已有一男一女获救送医 但为何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形 目前消防单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持续来关心火警消息 发生在竹北市西滨路二段的一处仓储物流公司 上午10点多发生火警 而浓烟直窜天气 从这个新竹市就看得到 由于这处这个铁皮是属于这个铁皮工厂 那么内部也存放了不少易燃的物品 包括纸箱等等仿制类的包装物 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旁边工厂也是惨遭波及 预估是有两个30平的这个铁皮屋烧毁 而现场呢还有一辆小货车遭焚烧 幸好无人受伤 而到底为何会起火 火调科还在调查 好来看到直播主之乱 这个网络直播主连千亿在高雄 引发的是这个枪击恐吓滋事等案件 被警方逮捕之后 一审判有期徒刑7年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今天二审宣判 连千亿有关涉犯的组织犯罪 枪炮弹药刀屑等罪 人人是判刑7年并上诉不回 被告连千亿等人 涉犯组织犯罪条例等案件 于今日上午9点30分宣判 本院宣判结果认为 第一审地院认定被告等人的犯罪事实 均无恶物 而为相同犯罪事实之认定 仅撤销部分被告之量刑而为改判 即宣告部分被告缓刑 一级被告连千亿在第一审所认定之 妨碍自由及组织犯罪等六罪 均维持第一审判决结果 即得一颗罚金之诉罪 定应执行行为一年 不得一颗罚金之诉罪 定应执行行为7年 两部分应合并执行 和驳回被告连千亿之上诉 面对台股大跌 那么金管会在昨天宣布再扩大限空令 今天金管会主委黄天睦被问到说 这样子的洋葱式策略 就台股到底有没有效 他表示市场管理措施是两面券 会循序渐进 不过台股最终下跌24点 收在13081点 台积电则是跌破400元的整数关卡 下跌4元收在397.5元 跟股价最高点688元 相比市值将近18兆 现在10个月台积电等于市值 蒸发了7兆元 最近稍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那么现在呢 这股民的哀嚎声不断 有一名网友就崩溃说 卖掉手中的股票不完了 他也贴出对账单 卖出的股票全部都是亏损的 每笔的亏损都是20万元以上 他指乎这两年总够惨赔260万 无奈自己还真的毕业了 还说不晓得这一波低谷 会持续多少年 让原po也联赏到 联发科192元的那年 听完曝光之后 很多朋友安慰他说 还好卖得早之后 可能会更可怕 好我们来看到 今年九合一的大选 在11月26号就要举行投票 但是有可能到时候 有几十万人因为确诊染疫 无法出门投票 立委洪孟凯就质疑说 韩国今年3月总统大选 透过分流的方式 让确诊者可以投票 那么台湾呢 为何办不到呢 薛瑞源卫福部长就表示说 因为执行上真的有困难 跟政治考量绝对没有关系 如果说1126 九合一选举那个时候 确诊的部分 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投票 如果不能出门的话 大概就没有办法投票 不能出门就不能投票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要 后疫情时代了 那部长 本席有看到中选会主委 在今年3月 因为韩国又大选 韩国今年3月9号就大选 比我们整整早了不止半年 当时韩国确诊的人数也很高 当时韩国他们是有规划 让确诊者都能够出来投票的 他们以延长时间 跟分地点 可能这个地点就集中 就是由这个居隔的人来投票 那或者是说延长投票时间 这个部分的话是有研究 也有讨论过的 那事实上如果说 这一个 那可不可行 确诊者要出来投票的话 因为困难是蛮多的啦 什么样的困难 因为隔离的地点 一人一室隔离的地点 跟他投票的地点可能是不一样 甚至是跨县市的 这个时候要用交通方式 把他送到原来的地方去的话 是有困难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当如果说可以投票的话 那前一天也有可能 那个时候确诊 这个时候名单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我觉得没有办法预先去规划的 半年前三月的时候 韩国就已经有办了 我们中华民国医疗比韩国差吗 韩国没有那种什么 前一天确诊的状况吗 韩国没有不在籍投票 韩国没有跨县市投票吗 你讲这些东西 都没有办法说服国人 如果说有研究不在籍投票 我们已经讲了那么久了 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可是在韩国三月九号 就已经有办理全国大选 都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你现在告诉我们 说我们十一月十六号做不到 骗鬼 周玉库其实除了被中国 前中国小几张厨娟提告之外 在今年四月还要一起官司案 他就不满他住家附近的餐酒馆 外面经常有人乱停车 跟老板沟通过程中发生冲突 周玉库就控告老板 强开他的车门 而且还坐近副驾驶 做事要攻击他 但是台北第一检署的 检方掉月检石器就发现 这个车门是被不小心打开的 那老板也没有坐进副驾驶内 因此不起诉处分 这老板就喊冤了啊 他说他当下只是请周玉库下车 好好沟通 没有要攻击他也没有要恐吓他 而且还说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怎么敢对他做这种事呢 这是今天中时新闻网的最新消息 提供给您了 那么继续我们来掌握的是 NCC主委陈耀祥 日前被问到静电室的选招争议 尤其陈耀祥自曝 说英系大佬洪耀福 曾经关心过静电室的发造问题 今天被媒体再追问细节 陈耀祥一听到洪耀福 这个关键字这个人 立刻结巴 也不回答相关问题了 静电室的部分有监委说 这好像有在卡案不查 因为在NCC那种资料 这个资料好像都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依法都是提供 不管是立法院要求资料 或是监裁要求资料 或是以检要求资料 我们都依法提供 并没有卡案的问题 那有关洪耀福 到底是关心还是关注 因为大家在质疑 为什么洪耀福 就关心静电室的案件 他是以什么身份去回答 基本上这个案子 我刚才已经回答过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基于侦察不公开 这边我就不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他私底下 是用LINE来跟您的提供 我刚才讲 我们是这个部分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依法就不便回答 新闻媒体的问题 你不觉得这个是施压 没有没有没有 我刚才已经回答过 我在立法院已经回答过 并没有所谓的施压的问题 或关缩的问题 说如果这个案件 因为之前虽然也算是社会关系 所以这个会加态成立 因为我们目前 根据昨天所获得最新的统计 总共大概有143件左右的案件 那143件的左右案件来讲的话 我们会依照法定程序去处理 第一个当然要分类 因为有些相同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检举 那我们会进行看 依照我们的SOP去进行 那这个相关的流程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立委无疑丁有针对了华市高层的人事质疑文化部长李永德 他质疑的是 华市现在是否三立化呢 他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高层主管都来自三立 那李永德被问到就直接发火了高分贝的回击 说你这个是政治化的思考 给电视台贴标签 我们先不要讲政治 可不可以用专业来告诉我 为什么三立的人这么棒 还是说你们只请得到三立的人 跟委员报告 陈亚玲来到新闻台的时候 他不是三立 OK 那之前呢 这些人像这个蓝宜 之前呢 之前呢 这一定是啊 我说陈亚玲之前呢 所以媒体借着人才流动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委员用这种方式来讲 就叫做政治思考 三立有什么不好 三立有什么不对 我跟你说三立 你为什么说三立就是 三立我刚可以说 我们不要犯政治化 你请用专业来 就是因为你用政治化嘛 刚刚跟你讲 陈亚玲就不是来自那个三立嘛 因为他是三立到伊甸市 那我们知道伊甸市最近也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不喜欢你们呢 你就说他不应该 你就给他贴标签嘛 你就给他贴标签嘛 我告诉你 部长如果 中国时报的总编辑是以前我的 采访主任 他是不是我的报纸 啊 中国时报的采访主任 以前是 现在的总编辑是我的采访主任 中天电视 以前的董事长 是我考进去的记者 上不上我的电视台 你这样讲没有专业 部长不要反质询 没有专业嘛 那我在想说 吴委员这边刚刚有特别所致的部分 请华氏这边提供出来 就这一波进来的主管 那上一部分工作 如果要再把前几次的工作一起列进来 我觉得也都很好 不是 这种问题是这样 请部长跟那个华氏公网这边 务必提供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 女星李酽演出很多部的相土剧 她有相土剧女神的封号 不过最近因为她的声带长简了 所以暂停八点档的演出 好不容易动完手术 过了三个月 不少粉丝敲碗说 赶快复出吧 有点想念她了 但今天李酽开直播的时候 还是投杀震撼 但宣布 不会再回去拍戏了 她说其实原因 有很多很多 她说对很多人感到很抱 抱歉 但是不想再违背自己 谈言现在真的没有办法 让很多粉丝听完呢 纷纷表达不舍 不过她也跟大家说 她现在很好 只是个性上是 真的是有点小固执啦 好 另外我来看到的是 很多大医院 像是台大啦 还有台北荣总啦 以及长庚的门诊 都是上网看 额满两个字 真的是名医的门诊 比这场演唱会的门票还难 那么虾皮呢 也是看准了 这样子 他就有这个带挂号的服务哦 一般的挂号的价格 是落在100到500元左右 不过若是名医的话 就要上千块钱 甚至有的还是破4000 虽然价格不便宜 但是很多人都说 其实很好用 那用完之后呢 还写这个评价 说感谢卖家用极箭 就立刻挂到号了 之前自己怎么挂 都挂不继续 尤其是要替长辈挂号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很好用 您用过吗 用过的话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 继续来关注的是 台北市动物园大熊猫这个团团 最近被发现有癫痫的症状 经过兽医的检查发现 有可能是因为发炎 或是肿瘤所引起的 目前还要相关追踪 波索性的原方 在及时处置之后 让团团开始服用 抗癫痫的药物 而现在就没有再发生 类似状况 活动力也逐渐恢复 目前就我们9月18号的MRI影像显示 就是可以排除掉目前的感染 因为后续我们在针对于 它的感染的部分 不管是做细菌培养 美菌培养 或者是一些病原病毒的一个分离 那目前得到的结果 甚至于刚刚讲到病毒分离的部分 我们甚至于针对最近流行的 COVID-19的部分 也做了一个筛检 那针对这部分所获得的一个结果 目前都是阴性的 目前会比较怀疑的一个问题 两个就是还没有被排除的 一个疾病的可能 一个是应该讲说 炎症造成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还没有被排除的一个问题的话 可能是在肿瘤身上 后续我们现在其实的一个治疗方针的话 就是以主要控制它的 癫症不要再发生为主 如果是在团团的话 它到底寿命有多久 其实在我们没有任何的诊断下 然后再来就是也没有相对的 就是目前就我们跟大陆的一些联系 就是相关的一些文献的搜寻的情况下 其实并没有针对 不管是在于坏食性脑炎或者是肿瘤 这个部分有案例的存在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告诉你说 它可以再存 就是还可以再活多久 炎痰是10月1号开始服用癫型药物 那基本的观察期至少是两周以上 那这两周当中我们要积极的评估它的相关的食欲精神 以及行走状况以及药物的反应等等 一切都到位之后 我们其实认为如果稳定的话 那下周可以让团团出来兼可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